我们酷儿大直 市议员、市长 莫不是这样子 你选出来的那个人 他的证件绝对不能够打高空 他要能做 我的证件上所有的 骑马射箭、风机、飞行风浪板、戏曲 一切的活动 包括交易活动 还有包括技能训练等等 我全部都可以亲自担高 各位看我的影片 你就知道我有没有那个能力 而现在的人呢 没有那个能力的人他会当选 这中间是什么样一回事情 所以大家可以仔细思量 我个人认为 我问了很多人说 你准备要选谁 他们讲说我根本不选 我说为什么不选? 我对政治冷感 说谁当选跟我都没有关系 这句话讲的就错了 因为选出来的人 他会去争取公部门的资源 来争取这个资源 不是放他的口袋 中保私囊 而是他用在大家的身上 也就是要创造福利 如果你先找出来的人 没有这个能力 他怎么给你创造福利 他自己都不懂 于是乎我觉得这些 这种所谓的完全跳脱的人 是一种 另外一种他很极端的 这个人干太久了 应该要换人了 我说应该要换人 是因为他做得不好 所以你履传不到 根本就是失踪人口 当选就不见了 人间蒸发了 这种人当然我们要换上去 问题是你换上去的人 有没有能力 补足他以前的那些 能不能够一犯三毒 补一欲三货 你要从很多方面 第一个他的年龄 是不是年龄太轻 没有经验 年龄太老 没有体力 再来他健康状况 有人已经擦了 心罩已经擦了 支架已经擦了五六个 跟李登辉一样 这样的人随时都可能猝死 你要选这样的人出来干什么 他见练全力 他觉得这个地方 在渔民 就是一些 foolish people 笨蛋 所以他认为说 他很容易当选 当选之后 他出去之后 他可以昂瞎说 我是某某里的里长 实际上他十位素餐 而他不知道 不知道的原因是 因为他的里民 他的选民 也是 foolish people 也是笨蛋 也是渔民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社区就完蛋了 就像黄鼠狼下号子 一代不如一代 就是这样 同样的 我们用这个来看看 检查 我最喜欢看的 不是人家在那边造势 那都是热闹 看热闹 我当事人现在很难得 会跟你下来 跟你握手 或怎么样 寒暄什么 我说不用寒暄 我看看你的政界 我看看你本人 你的身体状况 健康状况 你的学历 你的什么谈吐 你的各方面的能力 是不是真的符合于 嫌跟能 嫌与能 你有没有这个资格 这才是衡量的标准 至于说 你对政治能干什么 这都是错误的 一定要参与政治 否则的话 你选出来的人 就是未来 将危害你四年的人 以上吴宗成跟各位分享 谢谢